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疑似是旁贪比与Blackpink结尼的人 穿着情侣装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了 而根据媒体报道,公开照片的账号表示 还有更多的照片还没有公开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嗯,与其说是争议,应该要说是愤怒 现在不是承认不承认恋爱的问题 这是犯罪,真的没有对应的方法吗? 这程度已经不是恋爱不恋爱的问题了 应该要先抓犯罪者吧,太过分了 这样一张一张公开照片也太让人惊悚了 P与杰尼都太可怜了 我在推特也看到了黑客饭的威胁 说不给钱的话就一直会公开照片 如果这是真的,也绝对不可以给他钱 但这个应该没什么办法吧 也不能给黑客饭钱 就算给钱了也不能保证不再上传 一直说因为粉丝们说是P图 所以才会接耳联散的公开照片 也太恶心了 这些都是非法偷来的照片啊 记者们不要再说什么第四次恋爱绯闻了 标题不应该说是黑客犯罪吗? 希望不要再报道有关新闻了 对,所以在两家公司有回应之前 之后有新的V与捡你的照片公开 也不会再做成影片了 下个消息是 曾经出演过《祝孙心中》的 BIG POLICE的韩国女演员 刘吉恩离世了 8月29号 刘吉恩的哥哥在埃及发文 2022年8月29号 曲恩离开了这里去了安逸的地方 然后公开了刘吉恩的遗述 因为遗述到最后都是担心家人的内容 所以就更加让网友们伤心了 真的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也希望看影片的大家能够珍爱生命 珍惜家人善待生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9月份即将回归的爱豆们 9月1号 歌手伯介正将以去年在 Normiumwani公开的新曲回归 9月3号 新人男团Dusty将以第二张专辑回归 9月4号 意大利索业Chu将以翻唱TUTU 一刀一刀一的姻缘回归 9月5号 Kim Joon将以第五张迷你专辑回归 男团Vonus将在9月5号 以第八张迷你专辑满路死回归 9月6号 Bossers将以重新编曲的 口罩单写给回归 P2P成员以Cyungse 也将在9月6号发表缩楼专辑 9月6号 歌手Panadba 也将以先取Harujongi Pruji回归 9月7号 Kanta将发表第四张正规专辑 9月13号 Kim Joon将以第三张正规专辑回归 Ricky Miki Chui-Jung将在9月14号 发表第一张solo专辑 9月16号 NCT Lee Chee将发表第四张正规专辑 Chu-Ju 以先公开曲Pink Benno横扫国内外音源榜的 Blai Pink将在9月16号发表第二张正规专辑 Bloom Pink 韩国歌手兼演员 银枪奖制作的新人女团 Mimi Roots将在9月16号出道 9月16号出道 9AP娱乐新人女团Mix将以第二张单曲 Enter Wap回归 女团Rockin Door将在9月20号以新曲回归 接着是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会在9月份回归的爱豆们 白季婚 Cravity Show Me Cravity ٌ Cravity 哪里 那天 五 大 ーヤ